为什么这个一句阿弥陀佛能代表真道 前面讲过很多 射方世界 无量无病诸佛如来 他们所修的正道 所住的正道 所行的正道 所传的正道 就是大方广佛华颜金 所以华颜金成为根本法人 一切金都是华颜眷树 像一棵大树一样 华颜是根是本 其他的一切金 是知识干 是条 是树叶 是花枯 不利根本 那么华颜最后 普贤菩萨 十大愿望 到归极乐 那极乐是根里头最主要的一颗根 代表金宗 就是这一部无量寿金 无量寿金的根本 是四十八月 四十八月的根本 是第十八月 第十八月是神业必赛 一句佛号 所以这一句佛号是正道 我们不知道 不晓得这一句名号的作用 所以还是找这个找那个 找什么方法 都治不了我们的毛病 只有这一句佛号 这一句佛号还是治不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你不相信它 你怀疑它 你认为它太简单了 哪有这么容易啊 这是你不是祸 不过没有 robara 而且是优先 而且这个东西 那一句佛号 不知 不同 历